Hello 各位 我又回來了 我是龍林 今天我們不拍什麼遊戲 我們不拍什麼出去的Vlog 我們今天要拍的東西稍微的特別一點點 我們今天要拍的東西呢 是在廚房做的事情 我們又要進廚房囉 所以呢我現在的場景不應該是在我的房間 現在的房間的場景呢 只是一個我做開頭隨便拍一拍 好不好我們現在挑一下 馬上到廚房 到了廚房 想必各位都應該已經知道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做美食 所謂美食呢 今天做的美食 比較特別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會在外面吃到 而且呢又是經過我這個 賴氏大廚的這個手藝 所以我相信今天這個料理應該會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好吃 我們今天要吃的東西呢 這個耗資我這個成本 大約一千三百多塊 也是蠻貴的 這我在Costco看到 哇這個 東西實在非常適合我吃 好雖然我不知道我吃不吃得完 但是這個份量的確是 蠻夠的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給各位看一下 今天最近買了什麼食材 真面目到底如何 OK等我一下 好 哈囉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食材 這是 戰斧牛排 喔 戰斧牛排 喔這個 喔很硬喔 看一下 一根捏 一根捏 吃一根捏 這還打人會死捏 喔 喔 很硬喔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先把這個牛排 先退冰 現在是這個凌晨大約三點多啦 我現在要來料理這個牛排 不知道會不會被我家鄰居幹掉 而且我剛剛說錯 我記得他不是買一千多塊嗎 結果他現在是買 七百九十六塊啦 好不好 我是第一次真的在家裡煎牛排 我也是第一次料理牛排 所以喔牛排該如何料理 我已經有了一個確切的方針 我的方針大約就是 油 鹽巴 辣椒 蒜頭 還有胡椒 沒了 就這樣 來料理我們今天的 戰斧牛排 好 戰斧牛排 好 不知道 因為像那個李傑正他們 他們說 以我來說 應該是 吃不完 一個戰斧牛排 我不信 我不信 不可能 我絕對吃得完 他們是沒看過我私底下的食慾 到底有多大 所以 來有點特寫一下 很大喔 感覺我今天應該吃蠻飽的 不知道我料理出來的牛排如何 如果今天 我以為女朋友的話 我會把它料理好 然後 放在一個大盤子裡面 然後 拿到我的女朋友面前 然後 什麼吃啦 這我要吃的捏 欸 OK 那其實我今天 其實也有打算 如果這塊牛排我吃不完的話呢 那頓頓就有著落囉 這就是頓頓今天晚餐囉 好 不過沒關係啦 我應該是 沒有問題會把它吃完 雖然你們一定 希望我不要吃完 因為你們想要看頓頓吃 但是我是不會如你們所願的 OK 好 那我們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必須要讓它退冰 退冰 我想大約是 四到五個小時 五到六個小時 隨便 好不好 因為它真的冰很久了 它冰了大概 三到四天喔 欸不對 它是我們從出國就已經買了 喔 沒有它已經冰十幾天囉 所以我覺得今天 這個退冰的話 應該要退一段時間 我現在要用我的 雷射眼 直接把這個牛排退冰 OK 相信你們應該都看得到 它在這邊 好 我現在把它放到桌上 我要把它退冰 來喔 雷射眼 這個功力 哇 功力有點衰減 有點衰減喔 它現在 還是一塊沒有退冰的牛排 好不好 我們一樣 好不好 就放個時間讓它等一下 好不好 不要在這邊耍白痴了 OK 那我們 盡情等待 慢慢的等待 好 各位觀眾們 稍後 料理見啦 掰掰 掰掰 現在我們的牛排 依舊還是在一個退冰的狀況下面喔 但是呢 在這牛排還在退冰的狀況下喔 我剛剛塗其實 欸等一下 我他媽沒戴眼鏡 但是 沒戴眼鏡看起來的話 還是蠻帥的啦 好 反正就是 喔我剛剛 想太危險了 如果 真的吃不完的話 要給鈍鈍吃的時候 但是呢 我如果要在牛排上面 加了調味料 那鈍鈍吃了好像會不健康 所以是不是要考慮 要用沾鹽的 但是像這種 戰斧牛排這種東西 應該是要拿 在手上這樣啃 才爽 好 反正 所以我應該到底是要 倒了油下去煎以後 再倒調味料下去 還是應該要 都不上任何調味料 我還在這之間思考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這牛排的 硬度 我們現在大概退冰已經一個小時了 還是頂扣扣的啦 還是頂扣扣 可能喔 我怕等一下 退冰的狀況下 會已經睡著了 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再拍 第二段的部分 我現在就上網查詢一下 這個牛排 有什麼料理方式 不要 要查 戰斧牛排 因為畢竟這是比較厚牛排 戰斧牛排 料理方式 嗯 我看一下人家都叫什麼調味料 人家好像是加洋蔥 洋蔥下去炒這樣 因為其實我在想 我如果吃的是牛排 那吃吃吃 咬一咬 然後把那些味道都咬掉 然後再給嘟嘟吃 對不對 好像也只是會吃得出那個性 我真的還要考量一下 不然就說我不要加那麼多啦 給嘟嘟吃這樣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等一下再稍微查一下 他們是說 基本上 看別人吃 好像都沒有加什麼調味料 基本上就是鹽巴 有的沒的 但是我們身為台灣人呢 我們應該有台式的 戰斧牛排的一個煮法 那我今天打算怎麼煮 我準備了辣椒 我準備了蒜頭 這是蒜頭 看得懂嗎 這是蒜頭 我準備了這兩個東西 打算加上辣椒 加上蒜頭 再加上我們的鹽巴 來料理我們今天的戰斧牛排 我相信應該是會蠻好吃的 好不好 相信這個各位 在這個看這影片的觀眾朋友 想到就留高血了嗎 你們吃不到 等一下吃給你們看 好不好 但是現在光這個退冰的時間 不知道要等多久 這個霜完全結不了 我可能喔 攝影機就放在這邊吧 放在廚房 然後等到明天我睡醒 然後看到他有沒有退冰 那如果沒有退冰 真的是拿他美筆 拿他美筆 好 那我要繼續回去房間 躺著耍廢 等我的牛排退冰好了 那我們等等見 哈囉各位 經過了這個 大概四個小時退冰 然後我們終於 這個肉終於喔 有點算是退冰好了 這個已經有點彈性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肉打開 感覺應該蠻美味的 這就是我今天是早餐 很久沒吃牛排了 大概快半年沒有吃牛排了 可是這輩子的話 我還真的是第一次自己煮牛排 來 先拿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 今天的主獎 戰斧牛排 戰斧喔 真的是戰斧人 唉唷 完全沒有軟耶 完全沒有軟耶 給你們看一下 好 在買戰斧牛排喔 現在這個Costco 還有另外有特價 優惠就是送兩片 這個女生使用過的 衛生棉辣 這邊還是有點硬 有點硬 這個 不行 要泡泡水 這個卡路也快夠 唉唷很兇耶 唉唷 還是要退冰一下 這樣子的硬度是不行 退一下 現在呢 必須要讓它 浸泡這個水 讓它退冰 等一下退完冰 你就可以煎 但是我剛剛又想到一個問題 我家的鍋子是長亮 請問一下 這麼大一根 我要怎麼煎 反正怎麼煎 這就是一個 考驗我智商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不會把它 大謝拔過來做聊 一定是要這樣拿著大支 這樣啃才爽 所以一定要動好 不行 我一定要想一個辦法 不能這樣就結束 那我們現在 等我們的 戰斧牛排再退冰一下 好不好 大約在20分鐘吧 我們再拍下一段 我們開始料理 OK 各位 經過我們5到6個小時的退冰 我終於退冰完成了 我從這個高松之後 我就沒有看過那麼長的電視 我已經看了5到6個小時的電視 我看到真的是有點膩 來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 戰斧牛排 它退冰王的樣子 好退冰王 大家有沒有看到 QQ嫩嫩 軟軟的 好不好 靠北上要分吃了 靠優 好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安心的料理 我們今天的 戰斧牛排 好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準備我們的 包廂的底料 OK 這 下個雞擺這個角度 真的 真的這樣 那現在呢 我剛剛說過 我們要做台式的牛排 台式的牛排 絕對少不了辣椒跟蒜頭 所以呢 我們要先切個辣椒跟蒜頭 來做包廂 開始 雖然喔 我看這個 台灣的牛排裡面 好像是沒有人在丟辣椒的啦 沒有人在丟蒜頭 但是沒關係 我有我自己的做法 OK 這樣來特殊嘛 對吧 我不想什麼都跟別人一樣 只是喔 比較好奇的是 等一下這個牛排 丟下去鍋子的情景 會是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先開火 沒有 我覺得先不要開火 我弄這個弄很久 這個不知道弄多久 不好意思喔 這個看我用這些東西有點慢 不好意思 請見諒 好不好 因為不是很常在下廚啊 好不好 偶爾偶爾做一下 好不好 如果這個 做這種料理的部分 各位觀眾們喜歡的話 我也夠常做 好不好 等一下喔 其實各位 不要以為我吃完大黃麻辣感免 我很怕辣 其實我平常就是一個 非常愛吃辣的人 我基本上吃什麼 都是需要加辣的 所以呢 這個 牛排加辣椒的部分 一定要加一下 等一下如果有一些那種 廚師級別的這種 達人喔 看到喔 不要批評我啦 畢竟我也不是很會做菜 給小滴一點面子 OK 我實在對今天的這個料理 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為我弄蝦的方式 也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 基本上應該是 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OK 那我們的 這個調味料 爆香的東西 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 這邊來爆香 OK 那我們現在要先熱鍋 我們要先把這個鍋的熱起來 這個火 我覺得基本上 用個小火就可以了 倒一點油 不對 要先把這個鍋子 水先把它蒸掉 然後不然等一下 油我等一下會 啪啪啪啪的亂噴 好不好 我還是有點嘗試的 各位這個專業的廚師們 OK 現在看起來這個鍋子 應該 倒一點點油 Good 現在我是廚神 好不好 廚神 跟各位說 油大概倒多少 油呢 其實差不多是倒這樣就可以了 好像你們也看不出來 對 倒一點點就好了 不用倒太多啦 不能吃太油 知道嗎 吃太油 就會被理解生害了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身材 體重 OK 那我們現在準備 拿起我們的 蒜頭以及我們的辣椒 這就是我們的蒜頭 跟我們的辣椒 好不好 我吃蠻辣的 我基本上加這樣 差不多是 應該算是 中辣啦 我加辣椒蠻辣的 那我們現在 先來爆香 哇 好 很香喔 我靠 看這個味道 台式的味道 各位 現在這個味道你們絕對聞不到 我們現在 丟一下我們的 戰斧牛排 OK 各位 看一下看一下 我出去玩那樣 太他媽辣了 我不開臭油煙機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怕收音等一下會不好 所以呢 我就不開臭油煙機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戰斧牛排 現在這個樣子 我發現 我家的鍋子真的不太對 你看 好吃喔 我發現喔 我快死在裡面了 幹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比賽都通了 你知道嗎 戰斧牛排喔 他的肉是非常厚的 所以基本上一面至少要煎5到6分鐘 避免他不熟 白哥各位形容一下 現在這個味道是什麼 現在這個味道就是 他們好辣的味道 現在把這個 翻一下 翻一下 他們好燙 喔 看起來不是很好吃喔 好辣 幹用聞的就他們好辣 哇 好 好痛苦 在裡面 好痛苦 原來弄牛排是一件那麼不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要加辣椒 我好難受 哇 好燙 好燙 誰說啊 加辣椒了 我要開錯位機了 現在整間廚房已經冒煙了 所以沒有辦法我一定要開錯位機 所以現在收音會比較差一點 好不好各位見諒 糟糕 靠北要我這上面有水 那邊就是爆炸 靠北那骨頭 那邊要怎麼辦 把肉走 拉 喔 來各位觀眾們 要不看一下什麼就是第一隻料理 他媽我的辣椒怎麼炒味的啊 靠腰欸 我現在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靠北有點牛排 他這邊要怎麼把它弄熟啊 怎麼辦呢 糟糕了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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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啦 現在他怎麼變這樣啊 哇 欸他躺得很舒服耶 靠腰欸 怎麼辦 我浪費錢 浪費790塊 要怎麼煮成這樣 真的 啦 齁 男人真的是不適合下廚房 好不好 趕快今天來求職 給你們看一下我辣椒好不好 我的辣椒已經變焦炭了 夠辣椒了 我已經拉了幾口氣 一兩度好了 唉 這到底叫我怎麼吃呢 相信我等一下這個牛排會非常非常難 我這麼覺得 好可憐 原來下廚是一件那麼難的事情 我已經快哭出來了 你知道嗎 來給各位看一下我們現在肉 有點樣子好不好 有一點這個色澤了啦 來加一下我們的鹽吧 好 還要加一點我們的烏烏薑啦 烏烏薑一定要加一下 來 OK 加好了 唉 我要再翻面 翻面的部分我們要加一下鹽 嗚 再加一點黑胡椒 看起來怎麼樣 啊 那這樣又有一個問題了耶 靠腰我要用什麼裝啊 這盤子應該夠吧 應該差不多吧 哇 這顏色是有漂亮的喔 看一下好不好 欸我做的其實算是成功的耶 欸我做的其實算是成功的耶 只是吃起來是不知道怎麼樣嗎 畢竟我的辣椒跟蒜頭都已經焦掉了 各位 我們的戰斧牛排現在已經煮好了好不好 看一下我的鍋子喔 我 剛剛直接被我媽罵喔 因為這個 媽的整間都是煙喔 剛剛看一下這個肉 哇 很可惜這個 被我烤得他媽有點硬 有點菜喔 但是我相信裡面肉應該是還不錯的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換個場景 吃一下 現在呢,我們已經把這個戰斧牛排完成了 好不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手多油,無頭的部分 其實它根本就不是手 所以你拿這個地方的時候手會有血,然後很油 好像剛剛打完仗一樣喔 我們現在來試吃一口我們的戰斧牛排 好不好吃,大口一點,來吃比較大脆 我還墊了西油麵子,媽媽真的太油了 看一下媽媽,我這個拿起來,都在滴油了 夾緊脆啦 嗯,蠻難吃的喔 蠻難吃的 裡面完全沒熟 我不知道自己在煮像小 但是還算能吃,就只是有點生而已 每一塊部位的熟度都不一樣 好爽 有些部位其實還蠻好吃的 今天的早餐真的是有著落 原來這中間才是精髓 我們先不要管旁邊了 旁邊真的是失敗,沒錯 這裡面有沒有看到,煮得太剛好了 只是有點血腥味喔 那是,還算是一個牛排喔 大概就是牛排店三分熟 差不多 裡面的部分算可以吃 這個這麼油,你應該是沒有辦法吃的 很可惜 好,讓我們來 喔,太爽了 我才吃幾口,好像是有點飽 不然你們看不看得到 看一下這盤子都血 血跟油,中和體 老實,你知道這一個,戰斧牛排有多油 好吃 哇,沒想到我賴紅臉可以做出那麼好吃的東西喔 喔,我吃到中間了 這味道有點不妙喔 開始越來越新喔 我有點越來越感覺我在吃活體肉 從小到大 我就沒有這樣啃過牛排 太爽了 如果今天你要去牛排店呢 吃一個,假設說什麼 兩千多塊的牛排呢 一千多塊的牛排 然後只有大概12盎司 那我比較建議你吃這個 自己弄也好吃 最好家裡有烤箱嘛 可是可能要32公升喔 大一點,這太大隻了 我家鍋子都有點煮不下去 煮不下去 OMG,這中間根本沒煮到嘛 哇靠 看一下好不好 這中間全然有熟嗎 我咬下去就冰冰了耶 喔,有點飽了 真的有點飽了 難怪他們說,我可能吃不完 不行,我們還是要忍住 讓他吃完 喔,幹,太深了吧 這塊根本是精髓,你知道嗎 完全深的耶 好痛苦喔 太他媽新了 太新了 真的有點吃不下了 但是這個應該也不能給頓頓吃了 太難吃了 他只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可以吃吧 其他地方 我覺得我剛剛話說太滿了,你知道嗎 他只有那一口咬下去是好吃而已 剩下我真的不予置品 太生了,你知道嗎 如果吃完肯定是要拉肚子好 OK 但是 不能浪費食物,還是要把它吃完 整盤都是血耶 這血要怎麼吃啦 把它油滴一滴 等下這骨頭還要拿去燉一下 熱水煮一下 欸,頓頓吃 不然有點浪費 他不會到不能吃,你們知道嗎 只是 很深而已 就是 藥要去他裡面的湯汁流出來 有點血味 水味啦 水味 因為他冰這個血喔 已經有點淡化了 就是有點 有點水味 你在哭什麼 你很想吃嗎 這很難吃耶,大哥 相信各位都看得出來 我吃了還滿很痛 前面幾個還可以喔 不知道這一整支熱量多少 吃完不知道會不會變棒 真可惜我現在沒有可樂 他也不會到很油膩 那就是那個血腥味,你知道嗎 讓你越來越膩 大哥你真的不要吃 好不好 我等一下要吃剩的 再拿去用熱水燙一下 給你吃 我必須要把這個 不好吃的地方 先自己解決一下 你動我一下好不好 我不敢再吃吃東西了 我要把這些 沒有熟的地方 都先拿去用熱水汆燙一下 給頓頓吃了啦 不然 他都沒吃到 我也有點 心裡捨不得 不行,還是要跟他 分享一下我的食物 你說對吧,頓頓 那你動我一下好不好 我們去 汆燙一下這個 讚浦牛排吧 對於他的 好不好吃喔 我覺得是我料理的問題 我覺得我肯定會拉肚子 但是如果你有煮熟的話 叫你烤箱 可以把它煮到很熟的人 我覺得這會是好吃的 那我們 拿去用熱水汆燙一下 不行了,好噁心喔 各位 剛剛在我這 一連串的 奮戰後呢 我來評論一下 我這個牛排 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在煮熱水 等一下要準備給這個頓頓用膳 今天這個牛排呢 說實在 我吃的不是很開心 有可能吃到幾口 我覺得很驚訝 但是 基本上呢 有十分之八的部分 都是不能吃的 沒有熟 我覺得是我的料理的器具 夠完善 所以 今天牛排煎出來 實在有點失望 有點黑暗料理的感覺 我敢這麼斷定喔 晚一點我應該拉肚子 我真的這麼覺得 剛剛咬下去 完全就是血腥味 我等一下要去刷牙 把這血腥味去掉 那 其他部分呢 就看我們的 頓頓美食 平衡家 他覺得怎麼樣了 他如果覺得好吃 他就會繼續吃 他如果覺得不好吃 他就不會吃 我也不知道這麼大根 他有沒有辦法咬 基本上他應該是 可以咬啦 我剛剛吃的肉呢 如果以我剛剛咬下去 非常驚訝的那一口 那個真的是好吃的 表皮是有點彩彩的 裡面的肉是熟的 多汁的 然後咬下去有點 羞羞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煎牛排 真的是一大學問 控制火候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就是 沒有控制到火候 導致喔 我家剛剛整個 慶了腦 整間都是煙 我那時候想說 人家說煎個五六分鐘 我想說我進來 打個電腦五六分鐘 結果一出去 哇 看不到路耶 整個路都被煙霧蓋住了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家 男人說要下廚的時候 叫他三思而後行 OK 不要把整個家燒掉 現在等水滾 等一下 把剩下的牛排 料理料理 就該燉燉吃了 讓我們的水滾了 好不好燉燉 等一下吃的 戰斧牛排 現在來 汆燙一下 汆燙完以後 我再把水倒光 然後再把水加新的 然後再汆燙一次 讓他的油脂呢 少一點 然後調味料的味道淡一點 這樣就好了 就可以可以燉燉吃了 我們現在肚子真的罵有點不舒服 我們現在肚子真的罵有點不舒服 看一下 還是有一點油油的 來照 到位再給他汆燙一下 蠻香的 吃一口 就管他很輕耶 太柴了 現在用水煮過後 他就變得有點柴柴的 不知道我家燉燉吃不吃得下去 如果連他都吃不下去 相信各位就知道 這真的是黑暗料理 OK 由於呢 戰斧牛排已經料理好了 等一下呢 就請我們的 噸噸老大 來試吃一下 然後我現在要去把這個 噸噸請出來 今天的戰斧牛排 到底好不好吃 由他來評論給各位看一下 不行喔 不行喔 等一下等一下 嚴死先清一下 嚴死先清一下 好 我們今天的噸噸老大 噸老大 你今天是我們的試吃品嘗員 你不要急 等一下你就有得吃了 OK 等一下呢 你要幫我們負責吃這塊 戰斧牛排 幫我們評價一下這塊牛排 到底好不好吃 懂嗎 看來應該是明白了 來 請吃 來你吃 你吃你跟我講 你好吃嗎 來你吃 我好棒你拿 你咬下去 哇你感覺好像咬不太動耶 用你的 牙齒去咬 OK 用你的牙齒去咬 不是用你的舌頭去舔 請咬 對 聰明聰明 來你吃 好吃嗎 來你吃 慢慢來吃 慢慢來吃 好吃才跟我講 哇 你很美味 來給哥哥看一下你吃的 很美味 這一餐七百幾塊 來吃吃吃 慢慢吃 沒人跟你搶 好吃嗎 看你吃 你在吃 油脂最多的部分 來來來 吃大塊一點 吃比較大廚的 這邊沒有肉 吃這邊來 重點腦好不好 對對對 全力以赴 認真了認真了 他開始認真模式喔 認真 認真肯食中 來 在這邊肯給大家看 你很兇耶 乖 乖 繼續吃 慢慢吃 沒人跟你搶 吃那麼乾淨 好不好 好吃嗎 看你吃好像很好吃耶 我都想吃耶 這邊影片的主題應該叫做 恐怖生物餵食秀 唉唷 唉唷 怎樣怎樣怎樣 喔喔喔喔喔 要這樣咬就對了 筋很多就對了 還OK嗎 吃乾淨吃乾淨 大口大口吃耶 來來來來 不要急 慢慢吃 慢慢吃 不要扯那麼大力 很有力耶 不要咬到我手 你咬到我手 他真的要自己 我用拉的耶 唉唷 這邊也要啃乾淨就對了 果然是主人教的 你不要咬到我手 等一下 這邊這邊 你知道你吃的是牛嗎 你有吃過狗嗎 你有吃過狗嗎 想吃狗嗎 找機會帶你去大陸吃狗 有沒有 吃狗肉喔 吃你的同類喔 好吃齁 好吃就對了 這邊 吃 不是叫你這樣咬 這邊 這邊好肉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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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啦 你是白痴喔 這裡啦 對 來 拉 你不要拉 什麼聲音啊 你這什麼聲音啊 哇 你很瘋欸 搶你食物就不開心喔 噢呀 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 就到此為止 好不好 這個頓頓也把這個 戰斧牛排終於吃完了 好不好 看他吃的是非常美味 看了我就肚子餓了 但是我應該是以後不會再吃牛排系列的 他媽有夠噁心 有夠難吃 真的是我料理技術的問題 所以呢 以後下廚的東西了齁 我還是要多多專業 所以我應該要去學習一下 怎麼煮東西才對 這幾天呢 會不斷的進修 到底怎麼樣料理食物才會好吃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處為止 各位 掰掰 42 47 AMA 47